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人仿佛置身奥地利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超过半次级的奥地利传统 从1939年起 于每年的1月1号在维也纳黄金音乐厅举行 借纪念维也纳音乐世家史特老师家主 是全球月米必定要欣赏的音乐盛会 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 已经是成为全人类一种一世性的过新年的活动 所以我们彰化线作为一个生活大线 作为一个文化大线 当然也不能缺席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 也非常感谢台式公司为我们引进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在彰化办这样的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转播 当然也要办出彰化的特色 第一个特色呢 是我们不仅有室内的转播 也有户外的转播 所以我们的场地兼容并细 演艺厅的室内的场也有 户外的广场也有 第二个特色呢 我们的开场节目 不仅有彰化艺术高中的弦乐演作 我们也提供了彰化的三百年的古乐 北馆的开楼演出 让我们彰化的传统音乐跟古典念乐 我们今会议 县长佐伯远上任以来就秉持彰化走出去世界走进来的施政理念进行城市行销 为了让彰化县成为文化艺术音乐之都 并展现彰化县文化艺术观光的多样性 明年1月1号将再度与台式公司合作办理 2011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全球时光转播活动 除了有室内外的转播之外 开场将结合传统音乐来诠释彰化的百年历史 同时在会场中将营造属于彰化的黄金音乐厅 以甜味的花卉做装饰 并提供彰化特产的花果茶 欢迎所有乡亲云全世界爱好音乐的朋友 同步感受这场难得的音乐饗宴 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们选了一个非常年轻的指挥家 才50出头 France Wester Meust 他是奥地利级的指挥家 他们已经盼望了很久 顶尖最顶尖的指挥家奥地利级的 然后又这么年轻 然后本身又是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那我相信这个 他的一个年轻一种气氛 然后跟整个活力 会带来给今年的青年音乐会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2011年的青年音乐会 这个国家呢 在1945年战败之后 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他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还有什么 他们想到的就是历史 还有音乐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60多年之后的 奥地利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用音乐来立国的一个国家 所以今年有全新不同的角度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采访心得 在这次的转播当中 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2011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全球实况转播活动 活动将与明年元旦下午5点20分展开 首先将邀请表演团队来暖场 当远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开始演奏时 马上就会透过卫星的讯号 临时差传送到彰化 让彰化献名不用出国 就能参与国际级的音乐饗宴 在世界级的悠扬乐生中 欢度新年并迎接民国百年的到来 一年一度全球瞩目的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即将盛大登场 今年彰化献再度邀您一同用美妙的音符 迎接崭新的一年 元旦晚间5点20分 与您相约彰化献 彰化献政府盛请邀请 全国乡亲邻近县市的民众 都可以到彰化演艺厅亲身感受这场 精彩可奇的音乐饗宴 公益频道旅行校台北采访报导